当媒体问我洪亮考上Burgerly音乐学院是谁出的学费生活费 我当时回答除了部分奖学金 其余都是我家高先生出的 至于媒体继续追问说洪先生都没出吗 我回说你去问洪先生我不便回答 洪先生于2015年5月传讯息表达 愿意支付小孩每个月7万块的生活费 直到我们家老三19岁为止 而且他也确实付出实际的行动 陆续支付孩子在各方面成长的需要经费 虽然洪先生支付到2018年的4月之后 我就没有再收到汇款了 但是在这期间他总共支付了生活费的部分是252万 我和孩子非常感谢他 他过去为家庭为孩子所付出的一切 都没有办法被抹杀掉 那就是说您的老公 因为我看说您的现在老公 好像他其实本身也养了蛮多小孩 那他这样子会不会对于你们家庭有一些影响 因为如果他不肯支付这个赡养费的话 那可能后面会不会对你们有一些后续影响 我觉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期待要多拿什么钱 那我跟我现在的先生结婚养育我们五个孩子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先生他也非常乐于接受 律师曾在签署的时候说明 我的认定也是在这一年的期间 我们都是分居状态 但是2014年的3月8号 就是在签订分居协议不到7个月的时候 我当天在吃饭的时候 在电视上看到洪先生 透过华特唱片 对外公开声明离婚的消息 这对当时我的 对我来说是非常错愕难过的 我非常斟酌的 也非常简短的 有在我的幸福在转角这本书当中 做了一点点的陈述 没有任何的夸大 第一就是如果 有他人透过律师公开声明 对我有任何的质疑 我必须要在此澄清来表明我的立场 也要还原真相 第二身为人母 养育子女本来就是我的责任